夏季男生校服移用 发型方面 压前头发不可触及眼眉 两拼头发不过半耳 发脚不可长及衣领 发型要朴素 校服方面 男生需要穿着纯白色内衣 衣袋逢有校章的白色短袖衣衣 纯黑色皮带 附有银色或铜色的带扣 保蓝色直脚长裤 纯白色蜜和纯朴的黑鞋 夏季女生校服移用 发型方面 压前头发不可触及眼眉 要用朴素的发夹 唇黑 白 蓝 灰 或者啡色的发色 头发长及肩膊的话 发型要朴素 校服方面 女生需要穿着纯白色或者浴色的内衣 逢有校章的校裙 裙长要盖过全身 纯白色的蜜 在脚眼以上5cm 和纯朴的黑鞋 女生标准鞋款 鞋底厚度最少要有1.5cm 款式要朴素 女生不合标准的鞋款 鞋底太薄 花纹太多 款式比较夸张 其他不合规格的女装鞋款 体育科运动鞋建议鞋款 运动鞋选购规则 1.鞋身可选一款主色 包括黑色、白色或者蓝色 留意主色的定义要占鞋身大部分多于50%的面积 2.运动鞋款式要以朴素为主 鞋身可以有品牌、箱标和简单的设计 例如线条、几何图案等等 但是不可以额外加上任何文字、数字、符号、记号 或图案 不论手写、印相或贴上标签等等 3.两只鞋需要同款、同色 4.不可挂有配色 5.不可选购7匹产品 6.最后请同学留意 鞋底厚度连内笼不可超过25毫米 4.5毫米 4.5毫米